东林寺出家需具备什么资格条件?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问,来自南洋的弟子,可否到东林寺出家? 出家需具备什么资格与条件? 大安法师达,阿弥陀佛。 首先你有这一份这一念出家的心,很了不起呀。 向你表示赞叹,东林寺也是欢迎的。 不仅是南洋的弟子,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呀。 所有的弟子愿意出家,愿意到东林寺出家,我们都欢迎。 他是什么样的资格? 其实,没有资格的资格。 他就是信心。 出家一定要有信心。 对三宝的信心,对因果的信心。 有这一念的信心,他才会把出家的这个障碍去掉。 出家以后他才能够走完出家的道路。 要么他没有信心的话,就很麻烦,他就搞得很尴尬。 等下一旦他贸然的出家了,出家的日子你也不要把他看得什么很享受啊,出家不好过的。 每天早上三点半起床的,冬天也一样啊。 一年365天都是过着很机械的生活呀。 古佛清灯,他没有丰富多彩呀。 这个如果你没有相当的信心,没有相当的耐住寂寞的这样心性,这个日子很难过呀。 原来我们住在山上,很多比丘,哎呀,住了段时间,他总得想个理由要下山。 下山去买一点东西呀,或者感冒了去看点病啊。 他为什么? 呆得太久了,不行了。 赶紧要到街面上看一看,他平衡一下呀。 但是如果他有信心,他能够在寂寞当中得到充实,得到安乐。 哎呀,这个出家就太愉快了。 所以为什么要谈信心的问题? 而尤其是现在出家,是末法时代出家,你也不要带着非常理想化的眼光来看教内。 这个圣堂之计都是龙蛇混杂呀,更何况现在。 所以出家还要抱着什么信心呢? 对阿弥陀佛的信心呢? 哪怕教内种种不如意,都天天看得到,就由于我对弥陀还没失去信心,我把出家的道路走下去。 如果你要看,哎,我看到的现象怎么样,来决定我是不是走下去,那你就烦恼了。 哎,怎么这个人那样啊,那个人那样啊,是啊。 因为毕竟,我们要到任何的道场都要看好的一面。 你老是看阴暗的一面,那就麻烦了。 哎呀,他就走不下去了。 所以这个时代出家,要有很充足的心理准备。 这个印祖在生前时,并不是很赞成人贸然出家。 甚至,很大程度劝人不要出家。 你就在家里好好念佛求生净土。 但印祖对真正有出家素质的人又非常赞叹。 所以印祖提出出家的两个条件,第一要发大菩提心,第二要有过人的天赋。 他出家真的是好心出家,而且,有他的素质来何单如来家业。 如果搞得挨压生活受到挫折,失业了,没饭吃了,到佛门混一口饭吃,这个就不好了。 所以谈资格和条件呢,他这个说他很高,他的资格条件会很高。 说他低,也没有什么条件,当然,年龄也不要太大。 如果你这个,到了五十岁,六十岁,最好就不要出家了。 受戒的时候,这些引领师对这个中年以上出家的, 是常常要狠狠相伴侍候的。 他因为看不惯他,说,你好啊,你在世间五欲六十想够了,就来出家。 想做老和尚,把你往死里打。 那么,佛陀在世的时候,也不赞成年老的出家, 年老的出家就好像甘蔗被炸了,炸了以后就没有胃啊。 所以,这里你自己揣摸。